有很多朋友不停問我,丁尼師兄,你在這裡做的是不是氣功來的? 我說,我師父沒有用過氣功這個字, 繼而師父從來沒有說他做的功夫是氣功, 他用的就是內功,因為他從小到大, 他爺爺教他少林內功,由易根經教到鐵布三,由鐵布三教到金鐘罩, 金鐘罩再到童子宮,他說我沒有學童子宮, 我爺爺教了我另外的功夫,他說所有的少林內功我都學過了, 我們沒有叫氣功,我們叫內功,要是我們就叫做道人, 道師的道,就是一條路,一個道,下面有寸一寸, 道師的道,或者叫做道引,川針引善的人, 這些是我們的叫法,我們沒有叫內功的, 那我知道為什麼,我1956年出生, 1958年的時候,我兩歲的時候, 我和我爸爸媽媽去過中國,去探武功, 他說你兩歲都記得,我不騙你, 因為我長大了,我的弟弟三年, 那個年,我爸爸媽媽,我媽都未帶肚子, 他們走去游泳,我留在家裡哭到死了, 我還記得,不騙人,我是兩歲, 我記得1958年的時候,中國鄉村很簡單一個地方, 到我四歲的時候,1960年的時候, 回到中國就不同了, 那時候就大躍進的時候, 哇,喇叭全部都有紅旗, 樹都游到白色, 好可愛的, 到我六歲那年, 1962年, 那時候就大饑荒, 由大躍進到大饑荒, 那時候和六歲, 已經小小了, 我媽媽沒有去, 因為我弟弟小了, 我在家裡看著弟弟, 到我爸爸和誰拿東西回大陸, 什麼都拿了, 那時候我還記得,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, 這個器工呢, 它是中國共產黨1962年的時候, 那些人的身體很弱, 死情死千萬人, 死身體很弱, 又沒有東西吃,又沒有藥衣,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, 他們想, 哎呀, 我們中國人有幾千年的功夫, 不如拿些出來, 讓那些人練一下, 叫那些人, 說你挖回這些功夫, 那時候, 那些幹部說, 主席, 我們去哪裏找, 我們的和尚又殺了, 那些道士又殺了, 懂功夫的人, 不在這裏, 哎呀, 怎麼都好, 編出來, 他就編了那些, 八段錦啊, 各樣各樣那些, 這些呢, 全部後來就叫氣功了, 那現在你在中國, 那些叫氣功了, 那他在那個時候編出來的, 那但是你不要忘記, 這個共產主義是一個唯物主義, 就是說他講的是物質的, 他不會講的, 這個是神靈的, 所以呢, 很多時候你說, 共產黨是一個無神主義, 他的神呢, 就是不是說, 不是說, 神, 不是說牛鬼蛇神, 牛鬼蛇神當然有啦, 我們小時候, 批評, 澳門讀工會學校, 批評, 牛鬼蛇神, 都沒有神啦, 共產黨是最多神的, 他沒有神的意思, 就是沒有神靈, 沒有神靈的時候, 那時候呢, 變成我們中國人的, 內功啊, 或者這個, 導引呢, 我們講的是, 精, 氣, 神, 三樣東西的, 精就是身體, 氣就是你這個, 十二經樂的氣, 神就是你的神靈,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這裡做氣功呢, 我就不會用這個字的, 因為我們最後, 師父教我們是心法來的, 不是說身體, 又不是說氣功, 講的是心法, 身體和氣, 是一個工具, 最後我們都是講心法的, 那我們的心法是怎樣呢, 心啊, 心啊, 什麼叫做心啊, 不是個腦啊, 腦歸腦, 心歸心啊, 不知道那個心是什麼來的, 總之我們知道, 好像是有, 好像是沒有, 但是你怎樣可以, 練到這個心呢, 這麼抽象的東西, 所以呢, 我們中國人呢, 有這個智慧, 他說原來這個人, 其實他主要來說, 是有兩個神經系統的, 一個神經系統呢, 是靠個大腦的, 做些事情呢, 想想想, 左度右度, 這樣才做, 但是大部分呢, 我們是不驚大腦的, 真的, 我們罵人, 叫不驚大腦嘛, 因為你想想, 你的身體裡面, 內臟的運作, 需不需要驚大腦啊, 驚大腦就死了, 你睡了覺的時候, 他就停了, 是不是, 我們經常說, 總之, 吃得睡得, 磨得就好了, 人就吃, 睡,磨, 這些不驚大腦的, 身體有一個神經系統, 是完全不驚大腦的, 他自己管的, 其中一件事不驚大腦的, 就是呼吸, 但是呼吸很有趣的, 可以驚大腦, 也可以不驚大腦的, 你可以控制的, 但是你不控制的時候, 他又可以呼吸的, 中國人就明白這件事, 其實不是中國人, 是印度人, 印度人明白這件事, 印度人明白這件事, 佛陀, 釋迦茅尼佛, 是印度人來的, 他將這個印度, 這個知識帶出來, 到這個菩提達摩, 來到中國的時候, 又是將這個知識帶出來, 意思就是, 我們人有一個很特別的, 你不管他, 他又可以自己運作, 你管他, 他又受你管的, 這個就是呼吸, 中國人或者印度人, 他發覺, 所謂修心, 就由修飾那裡開始, 飾就是呼吸, 你能夠慢慢訓練這個呼吸的時候, 你就可以將這個心停下來, 所以我每一次做完運動, 最重要回來靜下來, 看著呼吸, 檢查呼吸, 有沒有氣喘, 我講的是什麼, 當你的呼吸一氣喘的時候, 其實你的心很亂的, 很亂的, 所以在這個時候, 最重要看著自己的呼吸, 將它靜下來, 師父教他, 由知開始, 知道自己吸氣, 歌頭你說知道那個吸氣的時候, 意思就是說, 你已經開始用大腦去控制這個呼吸, 叫它靜下來, 不是, 就好像那個時候, 坐下先, 靜靜地先, 這個意思, 是不是, 所以我們在這裏, 不可以叫做氣功, 但你說你叫都不要緊, 我亦都不會抗拒你, 但實際上我們這個是心法來的, 師父教的是心法來的, 是怎樣去調這個心, 所以我們說, 調心先調色, 調色先調身, 樣樣東西從身體開始, 做好身體了, 然後才慢慢做好呼吸, 做好呼吸, 自然而然, 心就靜下來, 所以我們叫做心平氣靜, 就是這個意思的, 好, 我們現在開始坐7分鐘, 先解釋, 這個印度人和中國人, 他們是有一個很獨特的知識, 就是這個呼吸, 這個呼吸, 它可以故作意呼吸, 就是你去控制它的, 或者不作意, 只是觀察它, 那現在呢, 正先我們坐7分鐘, 叫做故作意, 看著呼吸, 吸氣的時候打個肚, 噴氣的時候收縮個肚, 那現在呢, 我們又回到這個不作意了, 不作意的意思是我們不去呼吸, 不去參加這個呼吸, 只是觀察這個呼吸, 看到自己吸氣, 看到自己噴氣, 你慢慢放開這個呼吸, 讓它身體自然呼吸, 你慢慢發覺, 原來, 這個呼吸, 裡面包含了很多很多這個宇宙的秘密, 這個宇宙的秘密, 它不是在吸氣那裏, 也不是在噴氣那裏, 而是在吸氣和噴氣之間, 有一個空間的, 噴氣和吸氣又有一個空間, 你放開這個呼吸, 只是去觀察它, 慢慢去尋找這個空間,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學禪的, 它說叫做安波念, 大部份的老師, 它只是教你吸氣噴氣, 這個叫做安, 和波, 安拉, 潘拉, 它沒有解釋,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念, 安拉,潘拉, 沙提, 最重要的就是尋找這個空間, 我們嘗試用7分鐘去尋找這個空間, 不要參加這個呼吸, 讓它身體自然呼吸, 而我們只是去觀察它, 好,大家大了雙眼了, 那我們下課了, 今天回答了在網上問我問題的朋友, 問我這裡是不是氣功, 那我就解釋你聽, 這裡不可以叫做氣功, 第一, 因為師父沒有用過這個字, 第二, 在我的記憶, 由我兩歲開始的記憶, 氣功是1962年, 這個大饑荒, 死了一千多萬人, 共產黨殺了一千多萬人之後, 再重新發明組織這個運動, 叫做氣功, 但是在共產黨的社會, 他們是無神主義的, 他們是一個唯物主義的, 他們說的, 只不過是可以說到身體的物質, 或者可以說到氣的能量, 它是不可以有這個心神的存在, 而我們這裡做是講心的, 我們是講心法的, 因為我們的老師是講心法的, 所以如果你想明白這個氣功, 和我們所謂的內功, 或者道引的分別呢, 我們是講精氣神的, 三樣東西的, 我們就很簡單的, 就是我們練精, 就化氣, 練氣化神, 練神歸虛, 正先我解釋你聽, 看這個呼吸, 看到最後, 慢慢放開這個呼吸, 慢慢去觀察它, 我們叫做愚實觀, 觀察這個呼吸的時候, 看到這個空間, 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窗, 你繼續在這個空間進去的時候, 你就去到這個虛空世界, 無雙的世界, 這些就留在第二次再講,